在今年爆红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中 《极限男人帮》一般大家度过了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 这位男神在节目中的造型十分惊艳 有霸道统材发 上海滩发 海滇度假发 这些造型是不是勾起你浓浓的回忆了呢 当当当当 电影《极限挑战》 此次在风景如画的云南神景拍摄 都说人是衣裳马是岸 长得帅还得吊慧川 这次《极限男人帮》会以怎样的造型出现在电影里呢 让我们快来一探究竟 第一次看到《极限男人帮》的造型时 我是拒绝的 不过自细品味之后 在朦胧中感到了一种田园的失意 青岛贵府黄渤 这次的穿着比较低调 丽领衬衫 搭起鼻彩外套 鲁领藏帽 或有一种孤舟梭梨翁的壮阔感 是一种大隐隐于田间的淡然 再来看我们的阎王孙宏雷 第一眼看到这个造型时 忍不想迎出那首古诗 惊天地 气鬼神 细节灵感应该来自于中世纪经典探烧西装造型 百搭耐磨 深邃永恒 尤其是那双鲁裤靴 与短裤的无缝搭配 简直让人如沐春风啊 神算子黄雷老师 老干部标配的卡吉色工装 上衣口袋里想必装着不少剑马妙技 微微玩起的袖子为这身形头增添了不少心意 手指一根笼杖 攀称行走田园间 必不可少的旅行小物 小猪罗志祥 这身紫色花衫衫在你身上简直奋外妖娃 色彩的饱和感才配上粉色蝴蝶结礼貌 浓浓的少女心扑面而来 感觉可以立刻去参加田园无烧烤布插店派对了呢 王迅这身从头到脚武装的藏蓝色套装 将单色系的成熟干练发挥到了极致 间接又不发灵动 不过那根英伦格文贵如果换成春丸本香拐 与这身衣服的结合应该会更养眼 作为黄磊老师的爱徒 小绵羊张艺兴身穿和师傅同款的小干部标配工装 她的衣服既充明着复古元素 又有色彩变形的犀利表达感 不过最惊人的是 这身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穿着 配上小绵羊人畜无害的笑脸 还有点小性感呢 压轴出场的是我们的小谷赵丽颖 她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演绎得有声有色 端庄与性感在她身上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结合 她就站在那里 或如女侠一样不动声色 或如公主一样名利动人 仿佛不知道宫里宫外的时尚潮流 都已被她绝对引领 你以为这已经是电影极限挑战里最坏性的造型了吗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极限男人帮的明朝戴盗侍卫造型 再往信一看 哎哟嘿 男人帮们还有俩负面孔呢 这烟心的魅惑复古的古典 呈现光与影与色泽的交错 难道这就是今年秋冬季最热门的复古梅迹烟身装吗 欣赏了电影极限挑战里 大家五花八门不忍直视 令人心潮澎湃的新造型后 感觉硬耗索尔蒙与田间小金仙都扑面而来了呢 忍不住猜想极限男人帮穿越魂明朝后 究竟发生了哪些匪夷所思的故事 忍不住猜想极限 第二十五日 让我们一起玩命朝